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车代步逐渐成为奢侈的事情 我们首先来谈一谈第一个话题 今年1月份 加州天然气的账单高得离谱 相信每个家庭都会大吃一惊 南加州天然气公司的解释是 天然气批发价格去年12月份涨了数倍 该公司并未因价格飙涨而牟利 仅仅是把增加了的成本转嫁到了用户身上而已 随着天然气的价格暴涨 电费也提升了 南加州爱迪生电业公司解释说 该公司发电的能源有22%依赖于天然气 因此今年1月份 用户的电费账单也增加了7.2% 在高通膨阴霾下 家庭能源支出巨增 让民众的生活压力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 最痛苦无助的恐怕是那些低收入的老年人 洛杉矶时报日前才写的一篇报道说 一位102岁的卢居二镇老兵 1月份的天然气账单是526元 加上他上月拖欠的钱 现在他要向天然气公司支付总共755元1毛8 这位年长老兵需要天然气取暖 南加天然气公司官网提供的节气建议不适用于他 总不能让一个曾经为国家上过战场的老兵 穿上袜子睡觉吧 这波天然气价格的飙涨 也让刚刚从疫情中侥幸活下来的中餐业受到了重创 许多中餐馆今年1月份的天然气账单超出了万元 一些餐馆不堪重负 已经准备永久歇业了 中餐业现在仍是在美华人的最大支柱产业 若天然气价格永久性的维持在高水平 这一产业将面临新的一波挑战 消费者怨声债道 南加天然气公司却马上撇清关系 说天然气价格飙升应归咎于美锡天然气批发市场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 该公司的网站上列出了价格原因 主要是批发价格突然升高 以及运输费用的增长 该公司是全美同业的龙头 在南加及中加州有2180万客户 服务范围覆盖了加州2.4万平方英里的面积 目前 令人略感安慰的消息是 南加天然气公司说 今年2月份 客户用于支付天然气的账单费用会大幅下降 因为该公司用于购买一个单位的天然气费用 已从去年12月底 每单位50元下降到了每单位17元至20元 然而这一价格仍比2022年2月份的每单位天然气批发价格高出了82.8% 往年的春冬季 加州的每单位天然气批发价格仅有5-6元 去年同期上涨 约为每单位8元 今后 加州天然气的价格会持续回了到以前的水平吗 似乎不太可能 因为天然气这类石化燃料 将被绿色能源逐渐替代 南北加州的一些城市已经立法 禁止在新兴建筑物中设置天然气管道 洛杉矶市也于2022年5月通过了类似的立法 天然气市场是通过供需关系调节的 今后使用天然气的客户逐渐减少 天然气的价格就一定会调涨 绿色能源早晚会取代石化燃料 这是必然趋势 加州政府 特别是州长纽森 都在大力推动新旧能源的更替 可是 加州为这一转化过程做好准备了吗 而且 若绿色能源的源头过于单一 加州也许会出现能源巨鳄 被垄断的能源价格 普通百姓能否支付得起呢 洛杉矶时报报道了 一位102岁的二战老兵 遭遇家庭能源支出巨增的紧况 而实际上因同样原因陷入困境的家庭 还有许多 这次家庭能源价格骤然提升 也许是暂时的 重要的是不能让更多的家庭 在新旧能源更替过程中陷入窘境 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二个话题 加州立法不乏太超前 百姓吞苦果 加州的天然气价格为何突然上涨 而且上涨了近三倍 除了一些偶然因素外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加州无法能源自给自足 90%的天然气要依赖外州提供 这便为加州天然气缺乏 导致价格飙升创造了机会 让消费者尝到了苦头 自产石化能源有限 是加州多年来制定的政策 与法规所造成的 不幸的是 加州在许多方面制定政策 与法规的脚步 卖得太快 结果牺牲了百姓的利益 加州的天然气 主要来自新墨西哥州 国外俄明州 德克萨斯州 以及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 天然气与石油的生产关系紧密 有数据显示 自1985年起 加州的石油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天然气的产量也自然大幅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 去年年底与今年年初 突然出现寒流天气 加上德州重要苏气管线爆裂 必然会导致严重依赖外援的加州 被飙涨的天然气价格所劫持 可按照州政府的规划 在2030年之前 加州将禁止使用新的天然气取暖设施 热水器以及炉灶等 说明加州在尽力摆脱石化能源 快速得向清洁能源时代迈进 这样一来 加州的制产天然气会进一步减少 其价格也自然会上调 那些没有经济能力 尽快更换锅炉 煤气罩以及取暖设施的家庭 无疑要在家庭能源支出方面 花更多的钱 相信没有能力尽早享受 绿色能源的家庭还是大多数 加州现有居民超过390万 其猪肉消费量占全美的13% 可加州出产的猪肉 都到其居民消费的1% 其余的只能从外州进口 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 加州选民仍于2018年 在动物保护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以高票通过了12号提案 即农场动物卷养倡议法 不允许不符合加州规定的猪肉 进入加州销售 按照这项法案的要求 养猪场要脱昏场地 并要取消怀孕母猪的保育箱 这项法规还规定 加州禁止出售这类的猪肉 除非产宰的母猪 能够生活在至少24平方英尺的空间内 还好 加州目前还未完全实施这一法律 因为一位法官叫停了这项法案中 有关猪肉生产贩售部分的实施 此外 全美猪肉业团体也反对这一法律 并告上了联邦最高法院 请求最高法院判定 12号法案是否违反了联邦宪法 据一位代表猪肉生产方面的律师推算 若全面按照加州的法律办事 加州的猪肉价格会上涨每磅15至20元 若猪肉价格标准到如此程度 自产猪肉有限的加州将无法平息肉价的飙涨 12号法案还有母鸡与小牛的饲养规定 这些规定早已执行 最后我们来谈谈 加州驾车代步逐渐成为一种奢侈的话题 近年来 在加州开车代步的成本越来越高 已成为生活上的一项负担 首先是汽车本身的价格调涨 然后是汽油价格飙升 现在汽车保费也要增加了 可不开车还真不行 特别是在南加州 公交车没那么方便呢 自疫情爆发之后 受物流断裂 零部件短缺和物价非常影响 汽车的价格也跟着水涨传高了10% 许多要更换新车的人 不想支付高昂的费用 便转向二手车市场 可疫情中 二手车涨价幅度 远高于购买新车所支付的钱 没办法 许多不着急换车的人 就只能先等等了 旧车换新车可以等 可即便是开旧车出门 也要加油 加油不能等 而且钱也无法节省 2月24日 多三基线的汽油零售价格 已连续上涨了23天 达到了自去年12月5日以来最高点 六三基线2月24日当天的汽油零售价 平均价格是每加轮4.84元 这个价钱虽然已很高 可与数月前相比已下降了许多 当时六三基线的汽油价格 在每加轮6元上下徘徊 洛杉矿市区内的各别加油站挂牌的零售价甚至一度高达了8元 据全美汽车俱乐部统计 2022年10月5日是俄乌开战以来 洛杉矶县零售汽油价格飙涨最高的以前 当时的平均汽油零售价达到了每加轮6.49元 驾车必须购买汽车保险 这是加州的法律 可现在购买汽车保险真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疫情期间 驾车的人影响减少 交通事故也比往常少了许多 被使各保险公司还向投保人退还了部分费用 可现在疫情基本告一段落 人们开始恢复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了 驾车的时间和里程也增加了 不幸的是 保险公司又要趁机调涨保费了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加州驾车人2023年 人均汽车保险费用为2291元 这意味着每个驾车者的汽车保费 在2022年的保费基础上增加了101元 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 这点费用不算什么 可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讲 如此高的保费 再加上汽油零售价的上涨 价舍外出几乎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在线收看 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们这档节目 坚持下去的动力 加州时评节目每周推出一期 欢迎届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